可是现在呢 就是跟美国合作可以 跟大陆合作好像就不行了 完全就是选边站 靠向了美国老大哥 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 在上任以来的首次记者会 在记者会当中 他谈了哪一些话呢 主旋律就是 我的任期之内 不让中国超越美国 美国一定要赢 一定要稳居 对 稳居冠军宝座 而他在这个里面呢 提到了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是聪明的人 还说到了通话两小时 但是他却又说 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 那美方的态度呢 是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 要公平啊等等 那同时呢 特别强调了 针对南海和台湾的议题 向中国问责 向中国问责耶 对 不知道要怎么问 怎么问责呢 来 请教一下汤老师 你来评论一下今天拜登的谈话 这个拜登的这个谈话 我觉得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或说我们从传统的 我们的观念来看呢 就是霸道 就是霸道对王道 所以霸道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得要听我的 而且呢 你要遵从我所设下的这些规则 他的这个整个谈话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方面自打 一方面心虚 因为他觉得说 他必须要这样讲 否则的话 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种领导地位啊 就受到挑战了 可是他心虚的是什么呢 他心虚他知道 美国现在可能慢慢没有这种力量了 他不像以前的美国 美国在90年代不得了啊 那时候苏联垮台 他是唯一超强 可是现在呢 经过了911 美国很惨 然后呢又是这个全球金融危机 都是美国引起来的 让我们全球都受害 好了 中间的这一段呢 刚好给了中国战略机遇期 那这个战略机遇期呢 让他不但是内部发展 同时他跟外部 就是跟东南亚国家呢 也建立了非常好的 这个工业的生产链 或是这个现在我们 结果就是看到的就是RCEP 就是RCEP 那这些东西呢 就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在中方这里呢 他的势力是一直在增长的 可是美方呢 他原来很厉害 结果一来一个911 一来一个武康甲的那些 这个金融危机 就崩一下 掉到这个地窖里去了 然后呢 从欧巴马开始 他又开始慢慢慢慢回来了 因为他十年反恐 花了无数的人力财力 就开始慢慢慢慢恢复了 恢复了以后 他一看 什么东亚现在被你这边占 被中国占领了 所以他才有 这个重返亚洲 对不对 重返亚洲 结果呢又跟这个菲律宾 搞了一个这个南海仲裁 菲律宾白白的 花了3000万美金 他结果后来一想 我跟美国在一起 我搞 我得到什么 哈哈 结果中方就跟他讲了 你说你别跟他玩 我就给你很多的资源 那结果菲律宾就 就转过来了 所以说呢 我再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拜登呢 他的这个记者会呢 我是觉得他的现在 美国现在的这个情况 有点像二战以后的英国 英国以前是日不落国 结果呢 因为这个二战一打 好了 他这个国力呢 就缩到他的这个英文三岛 虽然他还有一个这个大英国协 所以美方现在呢 他如果他不再照他现在的这个路数来做的话 非常有可能 他在可预见的将来 他的这个力量会被中方所取代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都在预判 中方现在在短期间 大概在三 差不多五年左右 中国的这个GDP会超过美国 现在是百分之七十 那超越美国呢 是指日可待 而且呢 我们要看看去年的表现 去年啊 中共的这个GDP成长三点二 两点三 两点三我讲错 两点三 可是其他所有的这些欧洲国家 美国 全部是负成长 中方的 他跟其他国家的这个贸易 比如说跟欧洲的 跟欧洲的贸易 是增长了 增长了大概五个百分点 可是你欧洲跟美国的贸易 是降了八个百分点 那所以说你说这个欧洲人 他一看到这个情况 而且你美国 那个国会又乱成那个样子 1月6号又 这个被包围了 被攻击了 那人家想说 我跟你美国站在一起 我哪天才能够 保住我的这些工作机会啊 那如果说我跟中方站在一起的话 我这个立刻 我有保障啊 比较有前途 当然啊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不得了啊 为什么不得了 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在去年 一万两千个班列 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千班 一千班啊 从中国开到欧洲 还经过中亚 你说这些东西 看着老美的眼里 他头都要昏了 他说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做得到呢 他做不到嘛 那所以呢 他在这里他讲 他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说要战胜 要战胜这个 这个 这个 要民主要证明是有效的 那他当然要这样讲啊 他不这样讲他就完蛋了 他马上要觉得我要干拜下风了 所以他这个现在我觉得 美国呢 他是在陷到一个 所谓的困兽游斗的这种情况 他觉得现在外界给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那所以呢 我是觉得中方这里啊 稍微的要 要稍微的要 可能还要回转回转 转环转环 就让美方不要 或是让西方国家呢 不要那么样子紧张 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 这个新的这种 合作的这种空间 还有你刚刚讲了 美方他就是用各种方法 他来搞你 希望你这个政权垮台 因为他把这个 整个北非的这一块 他已经都搞成了嘛 全部都搞乱了嘛 而且你现在乱 北非那个时候 他想说啊 这个叫什么阿拉伯之村 结果搞到现在 是根本阿拉伯之东嘛 这整个都一片都是乱象 对不对 那他就想用这种方法 来搞中国 那到中方 我当然要在新疆上面 我要加力啊 我要加我的 我要设下保障 我不能让你搞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也是为自身的利益 当然啊 我要保住我自己的利益嘛 对不对 那你来渗透我 美国的这方面的记录 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什么智利的这个 阿拉伯就被他枪毙了 还有这个韩国的 还有越南的 包括我们的蒋经国都可能跟他有关联的 他怎么死的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一块 他的这种暗中用CIA的这种方式 来颠覆其他国家的这种记录 我看是不堪文问 是啊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 所以中国大陆呢 在亚太这个地方崛起了 在全世界霸权会威吓到美国了 所以呢美国紧张了嘛 现在呢我们台湾难道变当棋子了吗 你看好先所谓的台美的合作的这个海巡备忘录 那你知道吗 共机今天来了 创新高刚刚最新推播 20架的共机来了 所以我们台海的局势升温了啊 那共机来大家很担心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冲突发生啊 那我们呢看到这些立委们讲这些插话啦 方伦怎么看 因为呢 激进党陈伯伟说 手下陈伯伟就是手下台湾啦 在讲什么 在讲什么啦 到时候打仗的话 你看身高每次都是阿贡的阴谋啦 到时候真的打仗的话 希望这个替代艺出身的 他能够为我们上战场 或跟苏贞上拿扫帚也要去打啦 我觉得太棒了 这个一定要手下陈伯伟 对不对 他非常厉害 他这个在夜市这个玩气枪 有没有就代表说他有抗敌的能力 他可以自己出来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挑衅 真的拜托 如果真的是为了台湾人好 我真的不建议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继续的挑衅中国大陆 挑衅的结果对我们来说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对我们台湾来说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如果你只是为了讲话 一时这个插话讲出去很爽 骂下去很快乐 因为这个他们是 这个麻糬打下去不会还手 一旦他还手怎么办 一旦中国大陆开始制裁台湾的经济怎么办 千万不要忘记 刚刚老师有特别讲到一点 中国大陆的经济 他会在未来很短时间内 即将超过美国 这个数字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很多的经济学者 都已经做出类似的预判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学着说 中国大陆一定会灭亡 一定会垮台什么的 这个不要再笑想了 好不好 台湾人我们应该要很正视 我们爱这块土地 但是我们应该要更珍惜 我们现在难得的和平 所以在特别要讲 他就是说 我们这些很多的立委 讲话都不用负责任 就骂完嘛 当然尤其是激进党 我可以直接讲 尤其是激进党 尤其是陈柏惟 为什么 他们也是为了 他们那个3% 5%的选票 去做嘛 所以换句话说 他心里想的什么 他心里想的只有下一次选举 他心里想的只有下一次 我还要动算 就是自己的位置 对 自己的位置啊 或者他已经想说 糟糕 这个大乌龙选区 我下一届可能 我很有可能被罢免掉 我可能就要被换掉了 但是我现在要赶紧输成 当最好的侧翼 就可以跟范云老师一样 加入民进党 直接下一届 我又被列为不分区 继续在立法院里面 帮他们卖命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立法委员 这些议员 这些小党侧役 1450 他们讲的话 都是完全不负责任 然后最后呢 这个带大气凛然一下 说我们一定要为了台湾 勇敢这个粉身碎苦 然后呢 你真的能做到什么吗 但是你每一句话 每一句这些插话 讲下去的时候 你拖累的是台湾 2350万人 我会有点可思议的 所以说 我会有点可思议的